我们来了三幻主持,她成功挤走汪涵。网友,已经没有看的必要。 我们来了是一道女神云集的真人秀综艺节目,是由湖南卫视一手打造的。 这一档节目前两季请来了赵雅芝、刘嘉玲、关芝玲等娱乐圈中的不老女神,还有极少参加真人秀综艺节目的江一燕、徐娇、陈乔温等女星。 而这档节目是由王牌主持人汪涵主持大局的,这也为节目增添不少看点。 毕竟有汪涵在,节目气氛妥妥的。 前两季中一直有汪涵主持大局,不知道这第三季是不是依旧的汪涵主持呢? 这网上最近一直在传我们来了三即将开幕,除了嘉宾让人期待之外,这一季谁来主持大局也成了网友关注的焦点。 不过网传这一次来的主持人是张大大,这消息一出就有网友表示,这节目已经没有看的必要了。 不得不说这节目组的胆子可真大。 说到张大大,很多网友都一脸嫌弃。 从她担任我是歌手的芒果经纪人开始观众朋友就很不喜欢这个主持人。 在我是歌手节目中各种抢戏,简直就是戏经本经。 谭维维维一唱歌,她就开始各种哭,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谭维维是她的经纪人呢。 除此之外,张大大在参加少年高能团时,一出场就对张一山,你好矮哦。 这种问候方式一般人可真接受不了。 网友纷纷替张一山感到不满,张大大你很高吗? 这一开始就把节目的气氛弄到如此尴尬也是没谁了。 这张大大不仅仅对张一山,在马戎劈腿王宝强的事件弄得沸沸扬扬之时。 她却在节目戳王宝强伤疤,不仅如此更有止的直言,信不信我弄死你。 这脾气差,耍啊大牌的风格,可谓是主持圈稍有的了。 这张大牌的风格,不仅如此尴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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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